双十廉价前夕 花莲鲤鱼潭游艇不只吸引到观光客的到访 就连附近的野猴也下山旅游 当地业者感到十分惊讶 算未造成任何的伤害 不过这样的情况也让游客觉得 环境保护很重要 友好的环境才会吸引到游客到访 而最后野生猕猴被当地居民捉捕野放 四周群山环绕 这样的自然美景也经常吸引许多外地游客 特地前来花莲必访的景点之一 却没想到猴子也来码头边 让当地业者相当惊呼从未见过 而野生猕猴温讯也成为了另一个亮点 就把他抓到对面山那边 就早上又看到 对 因为对面那边也有一群猴子 可能也是不合吧 应该也是被赶出来 所以只有一只 一只一只一只单只 因为其实在猴群里面 大概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现象 虽然野猴子在码头边逛来逛去 只是寻找可以吃的食物 为了维护业者与游客的安全 当地居民还是捕捉 将它野放 也希望不会引来更多的猴群 记者林杰 收风箱采访报道